进入沟邦子镇 浓郁的美食气息 弥漫整个小镇 街上三部一家熏鸡 五部一家水馅包子 没错 传承百年的美食 已经成为这座小镇的金字招牌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锦州市沟邦子镇 在今年七月份呢 沟邦子镇被住建部评为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 沟邦子镇地处交通要到 102305国道穿振而过 那像我身边这些美食呢 也随着南来北往的人声名远播 精神铁路最早修建于1890年 由詹天佑参与连接关内外 这条铁路线的建成 成全了处于咽喉要塞的小镇沟邦子 他叫贾辉 今年45岁 当兵退休后 开始研究整理沟邦子历史与文化 现在已有20亿 我看您手里拿了一块砖 这块砖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这块是精凤铁路的机制砖 它上面有三个字母 这个P是代表北京 M是穆克顿 也就是奉天的满语叫穆克顿 这个R是铁路 连在一起就是精凤铁路 精凤铁路开通后 大量的旅客 大量的旅客途经此地 行经于此的旅客 在战里买上一两只熏鸡 既能路上裹腹 更是带给家人的一份礼物 勾邦子镇也因此成为了一个 因美食而兴起的小镇 1907年 这个唐须铁路向西向东延伸 向西向北京延伸 向东向凤天延伸 延伸以后 1912年 到那个精凤铁路正式开通 通车了 通车以后 这个沟汪子就变成了 由过去的一个小渔村 盲黄之地就变成了一个商骨 云鸡之地了 百年来 人们在火车站旁的售卖中 迎来了一个又一个 寒来熟往 来到沟邦子 色泽鲜艳 肉质细腻的熏鸡 都是记忆深处 营绕难忘的必备吃食 如今沟邦子熏鸡 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鸡之首 飞升四方 在当地 尹家 好家 田家 名家等熏鸡遍地开花 并存护炸 2017年 沟邦子镇 被国家铸建部评为 熏鸡特色小镇 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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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